之前在林口長庚跟高雄的對病人的治療和感受 我覺得南部還是比較像有居住的地方 林口有時候當然是比較緊繃 但是覺得好像醫療就是醫療 其他好像有一些霧心的感覺 後來高雄的感受不太一樣 我想對我外科來講 即興不同算是一個常常每天會遇到的 或者是或許他是一個老生常談 我想在各位前輩 各位的其實大家應該都算是我的市長 尤其那個理事長也是我們老師的同學 那天我從那個生習年才知道 原來我應該不只是趁他比試長 有時候還是要對他更尊重一點 要不然等下理工老師會比較多話 就知道了 好 那我今天就開始跟大家簡單的分享一下極限誤透 阿姨 publi 你剛才就是 現在滿時等你 你被ule 掛我們 好 我想在互動最常見也是最多樣性的話 就是所謂的極性狼尾炎 大概有人統計 大概外科有10%的外科所述 大概是極性狼尾炎 極性狼尾炎的成因大概青少年大概有症 長至60是08的亥特化疾 因為08的腫脹還去堵住阿片的嚕門 如果是成年兒童的話 大概他是比較常見是混死 就是混死掉搭蛋的嚕門去 症狀的話 大概最常見的是超過90%都是葉子 那以我個人的經驗 如果我今天一個肚子痛的病人來悶診 那我常常會問他說 你肚子會癢嗎 你有吃東西嗎 如果他還能吃東西 或者是說我肚子會癢 那就大部分都不太像是阿片 就不太像我們所謂的極性狼尾炎 那其次的話大概有十分之三就是最典型的 那個SHIP PAN 就是說它會從中間 然後會到那個右下腹 這個大概會有75% 那這個算是比較典型的 那70到80就GRH 大概會有噁心、嘔吐這些 那有些病人一來就告訴你就是右下腹 那有十分級的人會這樣 那百分之十會有打烈 所以其實腹腺在那個 阿Q阿片栽培是不常見 但是我跟他位置有關係 有可能是他RITUAL SIKKA 就是說那個盲腸跑到那個 那個SIKKA後面 他刺激大腸 所以他會用大力的表現 要麼歧視的話就是小孩子比較有可能 那大人的話如果大力 通常可能就是腸胃的傾向就比較多一點 那PE的話這些所有的這些SIK 其實都是APEN的位置 因為APEN其實有七八種位置 那由他的位置來評估他所有的SIK 那當然第二個那個LOPEN SIKKA的話 就是可能你去 其實APEN肚子痛 你不要一開始就去摸他那個 那個MENFOR LOPEN SIKKA那個地方 你就先摸左邊然後再去PROACH 可能這樣病人可能會比較清晰 那如果當然DIGITAL DIGITAL那個 那個理論上PE都要做DIGITAL 但是其實老實講我們門診應該有時候 大概就是為了病人有時候輕患性 有時候其實這是每個醫師各的 可能拿捏 那如果你在右下摸摸到一個走門 一個MAS的話 那通常可能就是已經發炎太厲害 就變得TUMA 謊跟性 那LOPEN的話 大概大部分的病人 他是會發炎高 那如果是一透氣質 那孕婦的話 因為孕婦本身他發炎本來就高 所以如果他有懷疑的話 那可能發炎可能會 會到一萬五以上 接近兩萬之間 那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是一萬多 一萬三一萬四 那大概就會 會比較懷疑說他是不是有KSH 那UA的話 實際上在Aqqa Methodist的UA 幾乎都有可能 有可能就有 百UV或者是Hammaturia 或者是其他 那當然如果你看到 它的Hammaturia如果太厲害 那可能我們就懷疑說 它可能是一個Stole 那X光的話 大概KUV 你能夠看到那個分數的話 實際上統計少是不高啦 但是有時候我們KUV 最起碼可以排除說 是不是也沒有 那個回應 看也沒有是不是 Pollation Hallow的Pollation 或者是說 可能會看到 這樣子也都看到一個Local EBS 那Xインポー的話 Xインポー可能是 對那個女性 可以去Raw掉 看看是不是有火花瓶的問題 那小朋友的話 就對小朋友比較有幫忙 為什麼 因為小朋友的Omantan 還沒有化育完成 所以Omantan訓 比較不會過去 所以Aqqa可能比較 看得比較清楚 這樣有沒有幫忙 大人的話 可能Eqqa的功能角色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但是如果你今天在急診 看到如果說一個症狀 不少明顯 那可能就會又需要做到CT 那如果對一個婦女 但是你又不能很sure 說她是那個Aqqa 可能我們有時候會建議她 做一個LavaScore的檢查 那有一些特 就是說比較Aqqa的年齡層 好像幼兒 她可能剛才我就提到 所以她除了Omantan 比較不完整 比較會聽摸摸摸摸摸摸 第二個 她可能因為小朋友 可能她比較沒辦法表達 所以有時候她的Aqqa 可能比較容易化學 那老人家呢 她可能是比較能夠忍耐痛 所以她有時候發現的時候 都大部分都是Irius 就是Intentational Attraction 就是腸子障 這種情況 那如果懷孕的婦女 懷孕的婦女 因為她有子宮 她會把那個Aqqa Aqqa 把她定上來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學著說 懷孕的婦女的周數 來看她的位置 這個Litro Cica 就剛才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說如果是Litro Cica的位置 通常會打Aqqa 或者是Biton 或者是Mati-Aqqa 如果是她的位置 是往Temis的話 可能就是會有腸胃 再來就是我們對懷孕婦女的腹痛 如果我們懷疑她是Aqqa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人會Key in mind 就是說 就是說在懷孕婦女的話 Aqqa 實在是屬於悲哭急診所措 它的incidence大概1,000到2,000之間 那通常Polation會比較容易發生在第三個產品 第三個那個Temis 那有人這樣統計 就是說 就大概如果你今天 就是說你有沒有懷孕 其實她得到Aqqa 實施的機會是一樣的 那如果她沒有Polation的話 其實她那個小孩子的Aqqa 大概1.5到3% 但是如果你一旦Polation 她可能會高達35% 所以如果對一個懷孕婦女 如果你懷疑說她是Aqqa 那可能我們就要積極的去幫她處理 因為Polation都沒有Polation 造成胎兒的Aqqa的機會差到10倍以上 那我們Apantitis我們怎麼去跟其他哪些疾病需要去健康成功 腸胃道大概我們最常見是腸胃炎 大概腸胃炎通常就是打綠炎讓肺炎不高 那Apant打綠炎大概只有10%而已 那再來就是有一些小數的腸胃炎 或者是腸性膜 Mestory的那個 淋巴腫大 這通常會發生在20歲以下 那有時候開進去做個Bioci 可能都是一些感菌 譬如說TB感菌 在每個電潮地區 TB的incidence大概全國的兩倍 那通常這個也會淘汰 也就是說他有URI的症狀 那這個是C 不是NEC Mentor Biodic 那常見在嬰兒 大概就是大部分在兩歲嬰兒之前發生 那BBU跟Dalphitis這個期間 這個大概像Dalphitis Dalphitis這個還是會二毛 他比較會厭食 那Apantitis比較會厭食 那如果你說PBU或者是Costatus 有時候他發炎 那有一些Flui掉到Paris 那會讓Apant浸潤在那裡面 所以有時候也會被溺死 會被變成Mentor Biodic 變成是說他是一個Apant 那實際上他應該是上面發炎 有些Plui掉下來 讓Apant浸潤 那所謂這個Talphitis的話 就盲腸炎 所謂的Cicent發炎 這通常都是在做化療 就是尤其像UKEMIA 他在打一些化療的療程 有時候會比較容易產生 那這個通常都是藥物治療 或者是讓腸子休息 大概都不需要開發 他祕藥到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剩餘 剩餘 這個大概就是做UA或UKAR 那還有一個是UVAPO STONE 那可能 但是UVAPO STONE的話 他通常有時候會 會輻射到那個因果 這個 那HUKAR的話大概有Pi 有PiD大概有ToA 大概這個 這個軟巢花 大概會 PiD大概會半血 一種款就要他Discharge 那通常GIN的A code 大概就可以去把它分辨出來 那當然如果只要是 懷孕婦女 只要是生育年齡的 並沒有的話 大概你都一定要花做iCode 要先入化掉一趟一個 就是要先排除到懷孕 才能夠進一步來 來做一些青蛙死對 至於OVAPO STONE 或OVAPO STONE 那當然是APO可以去見證 那大概 治療的話簡單的話 大概一般來講 我們當然是 PiOVAPO 但是APO大概 通常是年輕人 但是有時候 我們還是要 要寒絕群 因為有時候 缺壓絕讓他 吐得太遺胎 或者是浮力已過 有時候寒絕群 可以降低 那個麻醉風險 那當然去 口雷 口雷他的野類出來 那 宿潛還是要打一劑 打一劑 那 在2000年的 這個 案内容設局 他這個 那時候 的觀點 還是就是說 OVAPO STONE 是差不多 但是 以我目前的個人 就是還有 我們科的一些同事們 其實我們現在 那個 一開始 大概我們都是第一個 還是都會用 NAVA STONE 因為NAVA STONE 我想 已經 慢慢取代 在OPEN 就是說 除了 除了他的 溫的 還有他的 還有 實際上 NAVA STONE 看進去 所以說 阿PEN就看得比較清楚 傳統的OPEN的話 有時候 因為麻醉的方式 或者是 病人的回胖 有時候 很高興的 以那個 溫的 所以大概 我們現在都是 都是用NAVA STONE 但是 如果說 病人已經 在外面的診所 或者外面的地方 因為 吃 他身是因為 怎麼 就是 治療不完全的話 有時候 他來醫院的時候 已經變成 進行為 或者是到別的診所去 只有假診所 到乙診所 那有時候 就已經 變成進行為 那時候大概 我們都 不會去考慮 開刀 我們大概如果 他有 或者是 大概就會先看一下 他有沒有 access 有 access 的話 可能會先捲你菌 因為 不管你開不開刀 你開進去 還是有你 捲你菌 那如果 開刀 為了捲你菌 那大約就做CP CP掉的捲你菌 就可以了 那 大概 如果這種情況的話 大概我們會 會 隔一兩個月 或是 再安排 安排 Stage 所謂的 所謂的 イント 大概會等他 發炎 過後之後 那我們再去 再去把 阿片拿掉 但 其實 急性難尾 他最常見是在 十幾歲 二十幾歲的 年輕人 那 如果有人 統計說 超過三十歲 你再去把阿片拿掉 是不是對他的 bending也沒有好處 實際上 有人是說 超過三十歲 到bending是滿滿下降的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說 一個 一個 就是說你今天 恐怖 那 阿片沒有花園 那你要不要幫他拿掉 大概 年輕女 幫他拿掉 就有意義 那如果說 他年紀太大 大概也沒有什麼 特別的意義 那 急性的單位 他的touch 如果你不看到 他有什麼 哪些touch 一個當然是 portation 當然會造成 那個 那個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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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還有就是會 intra 不管是在場所 那還有一些 油管 就是 或者是 場所 這些都是 他的touch 再來 我在講 其他的 簡單的介紹 其他的 所以 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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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一般來講 就是吃完食物 大概 四到六個小時 大概都會在 又上腹病 或又上腹 又噁心 這個大概都 所以大概 病人 會 產生疼痛 大概都 晚上十一點 甚至半夜 兩點 所以大概 在病人挖住 大概都這個四號 那 有人講說 他痛是痛 是大概像什麼 就是 很痠 就像 很痠 有些人 覺得說 看不得挖個洞 那 通常我們在看這個病人 急性期 或者是說 有沒有需要馬上開刀 大概 除了 這個 以外 有時候會考慮到摸一賽 如果病人 本身有摸一賽 因為他本身年紀大 或者是說 有比較厲害的 內科疾病 那大概 我們可能就是 心理由 再考慮到 等他急性化作之後 再去 再去做 拉巴斯果痛 那 這個是另外提到 就是說 如果 任何的 要不要需要改造 實際上 有症狀 就是他的 就是說 如果有症狀 為什麼有症狀 你GOLD STONE 還比太大 因為他通常 跟那個沒有症狀 比起來 他比較容易會產生 Condicated 一個GOLD STONE 什麼叫 就是說 他比較容易發生 Acute CITES 或者CVD STONE 或者是 以前 老年家 他很容易 甚至變成 GOLD STONE 變得很大 很大顆 其實他用EAS 來表現 其實那個GOLD STONE 經過 反而 造成樓管 他到了設置場 他到了下場 那 EAS 他把我這樣 沒辦法通過 那就變成GOLD STONE EAS 那沒有症狀 也沒有需要開刀 那大概就是 瑪麗根 症狀 大概 大概 有機會是這樣 那如果是 相對的 H 就是 年輕 或者DM 這些 那當然 最近有一個 李英豪好官 那個 當然 那個 站在我們外界的立場 其實 醫師是 應該是 沒有 可能是 在溝通解釋方面 因為我們大概知道 郭伯德的POLIGO 實際上 百分之七十八十 還是有一些 失策 所以如果 如果 其實我們都 POLIGO進去開 其實很多都 都並沒有 並不是POLIGO 實際上 我們 所說的同意書 還是寫 POLIGO POLIGO 我們不會 說 只寫 席肉這樣 所以 我想 那個 寶關 到最後應該是 可能是 他是用症狀 他造成 略過失 那一般來講 我們開刀 大概是用 LAPA SCORE POLIGO 讓 大部分 大部分 都LAPA SCORE 都可以看得下來 以前 大家經驗 比較 不足的時候 QPOLIGO 其實就變成 它的 但是現在 所有的 病毒是 都是 只有 病人 他本身 太厲害的 心慧功能不好 他不能容許 CO2 發生 CO2 這個情況 對 病人 才是 CO2 要不然 實際上 現在 LAPA SCORE 大家的技術 都不錯 其實都沒有什麼 特別的困難 這個PTGV1 這個大概就是說 如果他 他病人本身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適應 緊急手術 可能 我們就先 做一卷 再來 就是 常阻塞 常阻塞 大概就是說 病人先看他有沒有開刀石 有沒有開刀石 如果有開刀石 如果有開刀石 最常見還是沾黏 對於 就是說 一些常阻塞 我們大概有 OP的 可以選 當然 偷心塞 所謂的偷心塞 就是他 BIVOR 當然 我們也不希望就是說 你等到 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才去幫他開 那當然 比如說病人 就已經產生症狀 先起死 或者甚至已經 常死壞死 那當然 這樣就有時候比較慢 他實際上 我們如果說 他症狀 如果是 18小時 觀察 18小時 他並沒有改善 或者是越來越糟 有時候還是需要去 去很果然 其實也需要去開刀 那如果沒有開刀石的話 有時候你就要去分說 是 PAREL PAREL ES 這個推延 那 或者是 MECANICAL MECANICAL 都一定要開刀 那 沒有開刀石的話 記得要把他 扣子脫下來 因為有時候 HONIA 有時候小人家 很多HONIA 會引起他長腿塞 有時候 如果 沒有仔細幫他做皮 有時候 一個很簡單的 HONIA 就可以解決 反而造成他的 延誤 延誤者 亂帶也不太好 好 好 再來就是 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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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實際上 血管的痛真的很痛 如果你覺得你在做第一 但是 你覺得他應該不會那麼痛 但是他表現又是那麼痛 那本身 如果他PAREL 或者是EKG 又有黑腹 那你一定要高度懷疑 這個HONIA 不要再等他解成 書上寫的說 鑽紅色的大片 通常都已經太慢了 大概就是 開機率整個長 都會黑了 大概都沒有機會了 那 如果 當然你如果說 他還沒有 avec 在Lonitis之前 也去做N9盆對這個病人的幫忙 但是如果你也已經陪Tonia 3 但你就要開刀了 因為可能是腸子已經有鞭腿的 至於其他互痛的話 PPU這個大概就是 在這邊PPU也蠻常見的 除了是用藥 或者是我們這邊 向下的老人家看到的例子的話 大概這種病人通常都有PDRS的提取 或者是他有在吃一些止痛藥 譬如說OA或者怎麼樣 他平時都一直長期在吃止痛藥 這個PE做起來是很明顯 他整個肚子就是像木板狀 Chastase類大概80% 可以看到那個Safinic的AIR 那在我們台灣還有一點就是 就是你一個AQDOM 你也要考慮到說 它是不是有沒有HCCRoucher的可能 那少數的話 Hemachinoma太大顆 有時候跌倒或撞擊 有時候會破掉 那大概通常它是一個WAR-EAR-Safin 那就是AQDOM的開始 AQDOM的開始大概是屬於內科疾病的 早期外科還有角色 那慢慢的大家會發現AQDOM的開始 其實太高也沒有比內科高有多少 所以大概現在大概都是屬於內科疾病 那通常大概是傷悟痛 它會有DEPED到對的 那最常見的原因 它是GOLDSTONE和PORITON GOLDSTONE其實還引起了DEPED 大概外科疾病比較有幫助 其他的大概就比較少 那少數會有Typochemia 就是副甲膠線的問題 那如果我們發現病人有護痛 然後他又走入就是薄刑 那大概你要想到這些 就是肚子的Alta Immunity 那通常以前公衛比較 公衛衛生比較不好 也做出有一些所謂的以前 會叫做DEPED的Alta Immunity 就是大概就是內心細菌 那再來如果你不通用的Hypotech 那當然就是要找到 腎上腺的一些種類